不知道是否錄到 我賣的關子一直沒有說到 上一屆在巴黎2018年的同學運動會 基金或基督委員會 事緣是這樣的 上次剛巧法國贏了世界盃 一百年的時候 在巴黎有同盟會 但之後出現什麼事呢 就是很出名的 黃背心的暴亂 接著 人們就說 香港的時代革命 就和黃背心有點像 所以為什麼說 人們這麼害怕 香港同盟會 因為害怕類似的 社會運動又再次出現 也是的 明年又有巴黎的奧運會 不是同盟會 是奧運會 明年又二四年 還有呢 還有呢 美國的總統大選 所以呢 都不是第一次說 沒什麼的呢 就留在家了 對不對